胡言 先真解决了崇尔的做人 与做事问题 但崇尔团队力量的发挥 可能还需要一个 撮合大家到一起的人 在这方面 可能就要提到赵崔了 赵崔是 赵府的后代 赵府是商周王的宠臣 非联的小儿子 继盛的后代 非联的另一个儿子 厄来是秦国国君的祖先 因此赵 秦原来是有一个先祖 有同一个祖先 赵氏的祖先 因为辅佐周天子有功 被封到了赵地 成为晋国的大族 既然是晋国的大族 就要参与政治 赵崔作为家族的一员 自然要选择机会 参与政治 参与政治 跟人很重要 跟对人就能成大事 跟错人 离开他是不忠 继续跟是不明智 因此选择人 一定要胜利 在春秋时期 跟人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却是一件头疼的事 也是一件不是对错的事 所以赵崔也没有办法 在选择辅佐进先公的哪个公子时 他把选择权交给了神灵 就是交给了占卜 结果他占卜了几个公子 唯有冲尔吉利 于是赵崔一生跟随了冲尔 赵崔比胡言有文化 会做人 会说话 因此 在冲尔以秦木工宴会时 胡言力推赵崔 赵崔也不负众望 既用诗歌表达了冲尔急迫回国的心情 又不掉价 显得很有文化 很符合贵族的评论 赵崔还是道德方面的典范 在做人方面 他非常成功 在别的跟随者真功腰上的时候 赵崔总是避让 论关系 他是冲尔的姐夫 兼女婿 论功劳 冲尔离开七国 主要是他的功劳 不离开七国 就没有后来的金文功 但是 赵崔总是让权让利 如果只是傻让 也不会被人尊重 而赵崔这种让 是非常智慧的 以至于 后来冲尔 都有些过意不去 因此 胡言的儿子 评价赵崔说 他是冬天里的太阳 什么是冬天里的太阳 冬天里的太阳 是温暖的 是人们都愿意接近的 亲近的 人们都愿意亲近 靠近赵崔 他就可以发挥 包容和谐的作用 因此 冲尔的团队里 有了赵崔 就有了冬天的太阳 就能温暖人 团结人 赵崔成为 团结的纽带 而对于冲尔来说 赵崔 又是一个最好用的 打电牌 这样的人 没有得到重赏 其他人 还好意思争吗 每个人在真宫之前 都必须想想 功劳再大 你大的过赵崔吗 你 金文宫的关系再铁 你铁得过赵崔吗 这样看来 赵崔的作用 是大了去了 按照传统人所相信的 因果报应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饥饿之家 必有余秧 赵崔为赵氏家族 祭了应得 因此 虽然赵崔什么也不争 但人们把很多东西 都给了他的儿子赵顿 赵顿最后掌控了 晋国的朝政 但赵顿 与他父亲不一样 霸道 独断 虽然他在国军幼小的 艰难岁月 支撑起了晋国 后来的霸权 但最后却导致灾祸 甚至满门抄战 于是就有了 赵氏孤儿的故事 因果报应 如果有 也是人心里活动的结果 并不是信则有 不信则无的结果 中国人讲究报应 效 就是报应的最好体现 注重报应的中国人 受到了别人的恩惠 是要回报的 如果对施恩者无法回报 那么就要报到 他的子孙身上 赵吹的谦让 使很多人受到了恩惠 于是人们回报到了 赵顿身上 使得赵顿呢 能积重要职位 于一身 但赵顿呢 可能并不明白 这个逻辑关系 虽然他为晋国 做了很多大事 好事 但他专权跋扈 得罪了不少人 这些人对付不了赵顿 就把希望 放在赵顿的后代身上 因此 赵氏家族的其他成员 看来 并没有遭谁惹谁 却要被铲除 在讲因果报应的人看来 他是有原因的 还是那句话 出来混 是要还的 无论是恩 还是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